OK,就不做動作 OK,了解意思嗎? 所以以後的話,無論哪一欄 反正就是這樣子 target.column 這個部分 其他書不是這樣寫 其他書是寫什麼? target.address 我覺得很麻煩 因為我只要判斷是column 我覺得column就好了 OK 那如果等於2的話 2的話表示第二欄 那你只能給數字 你不能給b 給b它不work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要去做什麼事情呢? 我要去做那件事就是說 如果b欄有改變的 那就在c欄的同一列 去做什麼事呢? 給他我的vlook 元素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打一個 sales sales特別注意 前面我們在前面的課程有講過說 sales指的是儲存格嘛 那他會跟你要兩個訊息 一個是哪一列 一個是哪一欄 其實你刮鬍子有沒有 那哪一列呢? 欸 特別注意喔 其實從哪邊可以去判斷 那個哪一列? 其實很簡單 target會告訴你 target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說你現在被改變的那一 那一列 那一個儲存格 它的點什麼? 點弱 有沒有 就會出來了 也就是說呢 你去哪邊抓呢? 就是b 其實它會change一定是b嘛 b的哪一列? 所以這邊應該是12 比如說假設這個 1247 它會告訴你target點弱 就是1247列 ok 然後它的隔壁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c欄 所以呢你可以給它一個c 有沒有 你打3或打c都可以 這樣表示什麼? c的哪一列的意思啦 這是意思是隔壁的意思 這樣很好記吧 等於什麼呢? 等於你把那個v2函數給它 那那個v2函數如果你背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回到這邊 把這個有沒有 copy一下 再擦掉對不對? 再切回去 切回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開發的環境在這裡對不對? 再把它怎樣? 貼上去 那我剛剛講過了有沒有 其實這個就是後面 丟給前面的資料編輯列 它就會幫你執行了 但是有個問題 哪個問題呢? 就是 這個地方會不會改變? 會改 那改哪一列呢? 改的就是這一列啊 有沒有 target點弱對不對 那你這個target點弱 這個列號 它就是一個變數嘛 其實在這裡叫屬性 這個屬性就是告訴你 它裡面存在哪一列 那我們怎麼樣放過來 特別注意喔 有什麼東西 貼上去就好了嗎? 當然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 它是一個完整的自串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自串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自串